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口令这一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去通过程序来要求用户去设置一个比较严格的口令 这个属于说在我们web方面就是你注册一个用户是吧可以这样要求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程序员或者说安全人员这边来说的话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 例如说我们设置SSH这个FTP MyCircle这些密码的时候可能会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 那SSH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什么Lineux的这个本身的账号和密码 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用MSF去检测这些 我们先启动MSF 这里呢为了有一个比较好的演示环境呢 我这里还是自己本地啊去开展一些环境 例如说我们这里啊MyCircle 那我们就在这里启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MyCircle 我给启动成功了 SSH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服务啊进行开启 我们去搜索 我看这个关键词能不能找到啊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搜索啊这个MyCircle的一个登录的这么一个破解程序 当然你要事先的准备好一个字典 这里的话我准备了一个字典 1.txt 这个字典当中呢大家看看啊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密码 然后最后呢我这里留了一个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也保证它有一个空密码的一个可能性 OK我们去调用一下它 说Options啊看一下我们需要设置什么选项 嗯这里呢我们肯定是要选择一下啊对方的这个IP的啊就先set 这里的这里因为是我本地测试就设为我的本地的一个地址啊啊 有的内幕什么意思 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有一个用户就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个 例如说我们就指定它是root也可以什么 user这里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文件啊就是破解文件就可以破解这个文件字典里边的啊所有的用户 那这里因为只有root对我们有用所以说我们这里设置为root 第二个啊在这里 pass 这里我们需要引用一下啊这个文件啊提点tst 然后我们看看 确保它扫描的快一点 好 再看一遍设置成功没有 看看啊我这个地方设置本地地址 然后这是字典我要破解的是root 哦 这端口啊这个端口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被更改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设置啊 啊这个如果说被更改了那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对方的端口 尝试一下啊 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 因为线程比较高 这样的话这里啊出现绿色的这个地方就已经破解出来了 破解出什么东西来呢你可以看一下啊 破解成功之后它应该就立马去进行中止了啊去进行中止了啊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文件 看下边还有root 是吧 但它测试到YYY成功了以后就没有再往下测试啊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说破解成功啊 它的login是root 那么它的密码是为空啊 两个引号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这就是空 OK 这样就什么测试成功了 那我们可以去连接下测试一下是吧 啊 密码为空啊 直接可以进来 没有问题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MyCircle的 实质上呢 可以搜到很多 例如说 SSH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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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选择这个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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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不 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手为的 这里我们也破解root 依然的root下面的这个最好用绝对入镜 OK这样的话再set 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破解的过程啊 完全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OK破解了root的时候停止了 那么这里也说了是吧 他的账号密码是吧 root然后他也显示了当前一些详细的信息 是吧 这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的 我们去搜索 就是说你想要去扫明了东西 ftp啊 也可以去这样去搜索 也可以去这样去搜索 也是完全可以搜索得到的 而且啊 大部分的这个设置的选项 都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目标的ip是吧 端口号 然后这个字典的这个密码字典账号 然后线程 那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 他应该可以搜索得出来 没有问题啊 这就不再演示了啊 设置的是完全一样的啊 OK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里 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站点 还有我们的微博 还有我们的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